聚焦今日時事 縱觀美國資訊 歡迎收看本期今日美國 我是主持人辛農 今天是7月12日 下面請看詳細報導 7月12日 美國首席傳染病專家福奇提醒民眾 一種正在全美迅速傳播的Omicron亞型需要認真對待 但是不必恐慌 這種Omicron亞型變種被稱為BA.5 其感染者已在美國新增的新冠感染病例中佔據多數 該變種的傳染性比早期新冠病毒變得更強 並且對新冠疫苗和先前感染所產生的保護力有較強的逃逸能力 福奇當天在白宮新冠應對小組的簡報會上說 我們不應該讓它擾亂我們的生活 但我們不能否認 這是我們需要應對的現實 他還說 首先 我們不需要感到恐慌 其次 我們不能讓它打擾我們的生活 但是我們要足夠認真地對待它 並利用我們現有的防疫工具 福奇透露 目前美國新增的新冠感染病例中 有64%是由Omicron變種BA.5造成的 他說 Omicron作為一個廣泛的類別尤其有問題 每一個連續的變異都比前一個更有傳播優勢 福奇指出 那些先前感染過新冠病毒的人 對最新的B型.5亞型真的沒有很多很好的保護力 他承認 這種新型亞型實際上 規避了新冠疫苗和以前感染所產生的抗體 不過 衛生官員強調 新冠疫苗仍可以在預防重症方面提供重要保護 特別是一直按時接種加強劑 白宮介紹了抗擊BA.5潛在疫情的計劃 但該計劃在很大程度上 是拜登政府此前防疫措施的延續 衛生官員強調 隨著新冠疫苗 加強劑和輝瑞新冠口服藥 帕克斯洛維德不斷推出 美國的防疫形勢與疫情初期已經大不相同 即使需要應對更新的亞型變種 白宮新冠應對協調員賈阿說 即使面對BA.5 我們的工具仍然在繼續發揮作用 沒有跡象表明 白宮將重新實施戴口罩令等防疫措施 但官員們確實提到 戴口罩有助於遏制新冠病毒傳播 衛生官員正在討論向所有成年人開放第二針新冠疫苗加強劑 但最終決定得由聯邦食品和藥物管理局來做 目前只有50歲及以上人群有資格接種第二針加強劑 現在 美國還有許多人未接種第一針加強劑 聯邦疾控中心的數據顯示 全美大約一半的成年人在接種了前兩劑新冠疫苗後打了第三針 官員們強調 人們還是應該接種新冠疫苗加強劑 特別是他們到今年還沒有接種新冠疫苗的話 因為免疫力會隨著時間推移而減弱 白宮一位高級官員日前向媒體透露 拜登政府正在緊急制定一項計劃 要儘快為全美所有的成年人提供第二針新冠疫苗加強劑 據有線電視新聞網的報導 這位官員稱 聯邦食品和藥物管理局 正把此事列為重中之重 自3月下旬以來 PDA已經授權為50歲和50歲以上的成年人 以及一些免疫系統較弱的人打第二針新冠疫苗加強劑 但是50歲以下的人只有資格接種一次加強劑 消息人士稱 拜登政府正在尋求迅速採取行動 要讓全美所有的成年人接種第二針新冠疫苗加強劑 一些專家擔心 隨著新冠病毒Omicron BA.5亞型變種在全美迅速傳播 新增感染病例重新飆升 年輕人的免疫力可能正在減弱 衛生專家指出 由於Omicron變種具有較強的免疫逃逸特性 它比以前出現的任何變種都更有可能 使早先感染過新冠病毒的人染上該病毒 聯邦疾控中心的報告稱 Omicron BA.4和BA.5亞變種的感染者 已經佔到全美新冠病毒的70%以上 雖然這些亞變種可能逃避新冠疫苗 或先前感染所產生的免疫力 但接種疫苗仍可以預防嚴重疾病 目前還不清楚 一旦FDA同意授權 全美將有多少成年人可以接種第二針新冠疫苗加強劑 根據CDC的數據 截至7月7日 在有資格獲得第一針加強劑的18歲以及以上的美國人當中 只有約一半的人完成了接種 而在50歲以及以上符合條件的成年人當中 只有25%接種了第二針加強劑 醫學雜誌《柳葉刀》5月發表的一篇研究報告指出 接種第四針莫德納或輝瑞新冠疫苗 可以顯著增強人們的免疫力 效果與打完第三針加強劑相似 甚至更加 以色列針對60歲或以上人群的兩項研究發現 在接種第三針新冠疫苗至少4個月後 打第四針疫苗可以降低感染新冠病毒後的住院率和死亡率 並且隨著時間推移 這種趨勢可以得到保持 聯邦政府的一項研究數據發現 美國八成以上兒童和成年人的尿液樣本中 含有一種與癌症有關的除草劑化學物質 科學家驚呼 這個發現令人不安 聯邦疾控中心主導的國家健康和營養檢查調查發現 在2310份尿液樣本中 竟然有1885份含草甘粒 這些樣本代表美國人口近三分之一的樣本 來自6歲至18歲的兒童和青少年 7月11日 環境工作組的獨立學家特募金發表聲明說 草甘粒是這個國家使用量最廣泛的除草劑 但到目前為止 我們幾乎沒有草甘粒暴露量的數據 美國兒童幾乎每天都通過食物接觸到這種致癌的除草劑 華盛頓大學環境與職業健康科學系教授謝波德說 我認為 意識到我們大多數人的尿液中含有草甘粒會讓很多人感到不安 多虧了這項新研究 讓我們知道很大一部分人的尿液中含有這種物質 許多人會思考 這是否包括他們自己 草甘粒是廣泛使用的濃打排除草劑的活性成分 該品牌由德國製藥公司拜爾在2018年收購美國農用化學品巨頭孟山都市接手 上個月 聯邦最高法院駁回了拜爾公司的上訴請求 該公司試圖終止數千起聲稱這種除草劑會導致癌症的訴訟 最高法院維持下級法院的裁決 要求拜爾賠償一名加州男子2500萬美元 該男子聲稱 他幾十年都在使用濃打除草劑 因此換上了非禍奇金淋巴流 此前科學家在嬰兒配方奶粉 有機啤酒 葡萄酒 櫻嘴豆泥等多種食物中發現了草甘粒的痕跡 聯邦環保署在2020年發布的報告中稱 草甘粒不會對人類健康構成嚴重風險 不大可能導致癌症 但是 一個聯邦上訴法院上個月下令EPA重新審查其結論 世界衛生組織下屬的國際癌症研究機構把草甘粒歸類為可能使人類得癌症的物質 拜爾公司堅稱其產品是安全的 該公司發言人物理斯發表聲明說 CDC的數據進一步證實 人類接觸草甘粒的量遠遠低於監管機構為保護人類健康而建立的水平 拜爾稱 從2023年開始 農達家用除草劑中將不再使用草甘粒配方 含有草甘粒的產品仍可供專業和農場使用 新冠疫情期間 晶元普遍缺貨嚴重影響了美國製造業從汽車到手機的正常生產 不過 路透社7月12日的報導指出 最近這種情況突然發生了大逆轉 據報導 在5月底到6月中旬的3個星期裡 美國晶元需求突然大幅下降 消費者對消費品 尤其是對電腦 手機等電子產品的購買慾望大幅降溫 主要原因包括美國通貨膨脹居高不下 中國多地對新冠疫情採取封控措施 俄烏戰爭沒有停火跡象 這個突如其來的變化 令晶元生產商和華爾街大跌眼鏡 即使在6月底 美光科技還宣布要減產晶元 該公司首席商務官薩達納承認 市場發生劇烈變化 使該公司措手不及 專家預測 對美光科技和其他美國晶元生產商來說 未來的前景可能更加暗淡 隨著整個行業墜入低潮 相關企業的股價也會大跌 今年截至目前 衡量行業景氣程度的費城半導體指數已經下跌35% 跌幅超過了標普500指數大盤的19% 路透社的報導指出 製造商早先為了應對晶元供應不足而採取的囤貨措施 令情況變得更糟 就像焦慮的消費者把超市裡的衛生紙一掃而空那樣 製造商在疫情期間也囤積了大量晶元 他們一貫的採購原則是用多少買多少 而在疫情期間卻變成了能存多少就買多少 隨著供過於求 晶元價格大幅下跌 業內人士分析指出 低端智能手機生產商受到的衝擊預計最嚴重 總體而言 使用晶元生產的廠商 預計會優先使用他們庫存的晶元 而不是下新的訂單 7月12日 針對億萬富翁馬斯克宣布終止440億美元的收購交易 社交媒體巨頭推特在特拉華州橫平法院提起訴訟 推特指出 馬斯克在簽署一項有約束力的併購協議後 現在拒絕履行他對推特及其股東的義務 只因他簽署的協議不再符合他個人的利益 起訴書寫道 把推特置於聚光燈下之後 在提出並簽署了一份對賣家有利的併購協議後 馬斯克顯然認為 他和其他所有受特拉華州合同法約束的當事人不同 他可以自由地改變主意 詆毀這家公司 擾亂其運營 破壞股東價值 然後離開 在反悔之前 馬斯克違反了一長串重大合同 給推特及其業務蒙上了一層陰影 推特稱 他正在尋求阻止馬斯克進一步違反協議 並迫使他在少數懸而未決的條件滿足後完成併購 馬斯克上週晚些時候宣布終止對推特的收購交易後 推特聘請了一家總部位於紐約的大型律師事務所 準備展開法庭大戰 7月11日 第一夫人吉爾拜登參加了一個西語役組織的年會時 把西語役的獨特性比作墨西哥玉米卷 結果引起爭議 7月12日 他為此表示道歉 7月11日晚間 吉爾拜登在美國最大的西語役公民權利和倡導組織的年會 發表講話時稱 這個社會的多樣性是你們的優勢 它就像布朗式的雜貨鋪一樣鮮明 像邁阿密的鮮花一樣美麗 像是安東尼奧的早餐 墨西哥玉米卷一樣獨特 當時 人群中出現了一些笑聲 但是 包括全美蓄語意記者協會在內的其他人 卻不認為這很有趣 房地產網站Redfin日前發布的最新報告顯示 上個月 美國購房者取消交易的比率 達到了新冠疫情爆發以來的最高水平 據CNBC報導 6月份被取消的二手房銷售協議 佔所有簽訂銷售合同房屋的比例接近15% 這是2020年初以來的最高比例 當時受新冠疫情影響 購房活動一度暫停 一年前 取消購房交易的比例約為11% 最近一段時間 由於通貨膨脹持續惡化 和房屋抵押貸款利率強勁反彈 許多潛在的購房者開始重新考慮買房計劃 今年年初 美國30年期固定利率抵押貸款的 平均利率還在3%左右 但隨著聯儲會大幅加息 開始逐步回升 6月中旬甚至一度漲破6% 目前在5.75%左右 這樣一來 不但購房成本大增 而且使一些人失去了貸款資格 以上就是今天今日美國的全部內容 感謝您的收看 同時也請大家關注並訂閱 格律傳媒頻道 獲取更多精彩內容